三星印度廠的員工自九號發動罷工以來 已經進入第三週 工會要求加薪並承認工會和老公的權利 不過管理階層沒有談判意願 更雇用了非工會的工人和新員工 確保生產線維持在平均水準 印度工會計畫對三星提出訴訟 但還沒國民日報賭家爆料 印度工會提出的要求相當離譜 像是薪水三年內要翻倍 不過印度員工們的原本薪資 就已經是當地就業市場的兩倍了 他們還希望每週工作天數 從六天減少到五天 時間也從八小時減少到七小時 也就是說一週上班時數只有三十五小時 比南韓三星總部的工作時間還要少 工會也要求三星每年為員工子女 提供私立學校的學費補助 另外工會更向三星提出雇傭試席制 意思就是若員工不幸過世 並且沒有特殊失職理由的話 員工的家屬就可以試席職缺 以確保家屬的生計 根據南韓國民日報分析 印度工會之所以會提出如此匪夷所思的要求 很可能是因為背後有印度共產黨在撐腰 而共產黨也會利用罷工 作為擴大政治權力的手段 還沒指出若勞資衝突持續下去 三星印度廠最終會面臨生產中斷 華新聞蔡子用什麼的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